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女人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心,只靠真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些男人的激情时间很短,一旦过了那个新鲜期,如果没有一点点手段去套劳她的心,她就会转身,移情别恋 所以,女人要想让男人一旦爱上你,就一辈子为你化地为牢,就一定要掌握一些套劳男人心的手段和技巧 事实上,爱情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而是智者胜 谁先主动并不占决定性作用,但谁主导行事却至关重要 爱情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如果你爱过一个人,你就能深切地体会到 爱上一个人,其实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然后,你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让她的心里眼里只有你 很多女人以为,只要多付出一些,让男人看到自己不求回报的好,就能得到同等的回应 然而,事实却是,没有一点手段和技巧,靠付出和等待,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爱情里的赢家 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你跋山涉水去见的人,根本不会记得你,他只会记得自己跋山涉水去见的人 在和男人相处的过程中,女人应该利用好一些手段,让自己成为男人跋山涉水去见的人 这样他才会珍惜你,尊重你 说白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候就是一场博弈 要想胜出,就看谁更有手段了 女人要套牢一个男人的心,就得有自己的小套路 要了解男人的心理 从男人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对症下药,保管让男人神魂颠倒 按照这三个步骤走,套住男人的心,是迟早的事 第一步,制造新鲜感 男人对女人产生兴趣,其实都是从好奇开始的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男人,在追到女人之后就没有那么殷勤了 相处是一个慢慢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磨灭新鲜感的一个过程 如果女人没有突出的特质能够留住男人的话 在新鲜感消失之后,男人也就转身离开了 所以,在相处中,女人记得留一点悬念 不要把自己暴露在名处,让男人完全而又彻底的了解了你 你可以制造一些落差,在面对面相处中营造一种形象 而在屏幕前,又营造另一种形象,让男人对你产生探索欲 但女人要注意,在形象的营造中,一定不能撞到男人的枪口上,变成男人不喜欢的类型 当然,你还可以在外形上做一个改变,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造型,给男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同时,你还可以试着去折腾他,让他帮你做某件事情 你还可以向他撒撒娇,让他满足你的某些小要求 只要在合适的范围里面,在男人能够接受的限度里面,耍这些小手段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在男人的角度来看,总能带给他新鲜感的你,是与众不同的 你身上还有很多他没有了解到的地方 就会特别想要继续下去 这其实就是一个放慢了解和隐藏自己的一个过程 让新鲜感不会那么容易消失 但是,女人也要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在相处中不需要要坦诚相待 而是用了一点手段来维持这种神秘感 要抓住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男人的好奇心 这样才能更长久 第二步,欲擒故纵 在男女交往中,女人其实是可以借鉴兵法的 毕竟,都是人心和人心的试探和猜测 抓住了心理变化,就能抓住这个人了 当男人觉得,和你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思,很有新鲜感的事情时 你就需要放缓,套牢男人心的脚步了 别太心急了,事事有急有缓,才能是半功功倍 如果你觉得男人已经对你产生了新鲜感 就万事大吉,整天黏着男人 那他一定会觉得轻易得到的东西都是廉价的 对于男人来说,追求女人也是有一个期限的 如果很快就把女人追到手了,会很没有成就感 因为,你可以抓住男人的征服欲 把战线拉得长一点 别太快让男人得手 偶尔拒绝他的约会邀请,或者断联两天 其实对感情的发展,有着不错的促进作用 但也要注意分寸 如果太过了,可能就把男人的自信给打击了 他会开始后退 要想套牢男人的心 不必太主动 先看清楚男人的心意 在男人是好的时候,适当退缩几步 这样的方法,会让男人的心一紧一松 忽上忽下 也就是一个勤获他的过程 不要因为一个简单的告白就沦陷了 毕竟太容易得到的 往往都得不到珍惜 在和男人斗智斗勇中 女人要找到自己的主场优势 让男人甘心成为你的裙下之臣 第三步 软硬兼施 欲勤故纵的下一步 就是软硬兼施 其实 当男人产生患得患失的感觉之后 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余下的就是巩固感情的手段了 很多男人喜欢温柔的女人 但绝不是软弱的女人 女人温润如水 固然是好的 但这绝不能是一种面世的一种态度 在男人面前 你可以是小鸟依人的 也可以是旗鼓相当的 总之不会是唯唯诺诺的 和男人相处 不能一味顺从男人 在该强硬的时候 毫不犹豫表明自己的立场 在该软弱的时候 就表现得顺从一些 男人有的时候会得寸进尺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表示拒绝的话 那吃亏的就是你 但男人也是有自尊的 如果你总是在拒绝他 让他觉得和你在一起自尊心受挫 他会转身就走 所以说软硬兼湿 冷热并进 在该强势的时候 千万不要退步 在该温柔的时候 就多依赖男人一些 要抓住男人的心 只抓住男人的位是不行的 还得有其他的手段 而这种手段 其实是需要分步骤的 只有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走 才能不着痕迹地套牢男人的心 首先 就是要延长男人的新鲜期 让男人产生持续探索的欲望 对你不会太快失去兴趣 其次是 要主动和被动同时进行 让男人对你的策略失控 然后由你来主导爱情的趋势 最后 一定要在相处中 表明自己的立场 该温柔时温柔 该强势时强势 总之 女人和男人在互相试探中 就是一场智慧的博弈 如果 女人能够掌控男人的心理 就能至高一筹 把男人牢牢吃透 当然 所有的套路和手段 一定是基于你爱他 想要和他白头到老的基础爱 在爱情里 手段只能用来套爱 而不是用来套取利益 否则 你只会把自己套进去